大家好,我是Den 3月底举行世纪婚礼的肖宾、索年金夫妻两个人 今天为了度明月抵达了美国 在两个人走出机场后 索年金的推车遇到上坡卡住的时候 肖宾马上就将索年金拉往内侧 贴心的举动,很像Den 啊不是,非常温馨 接着在韩国网路上 一位美国爸爸第一次看韩剧 Sarangibusha后的反应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美国爸爸看着Sarangibusha流了很多泪 结果 看到两位演员的结婚照后 幸福地笑了 啊,太可爱了 跟我在同一个地方 哭泣跟微笑 这根本就是在看孙子的照片吧 哇,好可爱 爸爸流泪的时候 狗狗将一只手放上去安慰的部分也好可爱 真的是可爱的一家人 真正的happy ending 再次恭喜香槟从年金里两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热议的一个贴文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直播中不小心说出女朋友后 男爱豆的对应方法的贴文 假设你是非常有人气的男爱豆 一个人在直播中 一位粉丝突然问 XX,你后面的XX是在哪里买的 你不知不觉的就说了 啊,这是我女朋友送 说到这里了 请问接着你会怎么样对应呢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 现在应该也在看这个直播吧 就这样豁出去 这是女朋友 前女友送我的 我都多大了 当然有过女朋友 大家不也都有男朋友吗 来签名会的时候都看到戒指了 我现在没有 是之前的女友 不要激动 是女朋友送我的 这样说的话 粉丝们都会离开我吧 幸好我现在只有粉丝们 不是,又不是只有我在谈恋爱 XX哥也是 XX也有女友 另一个男团的谁谁谁也在谈恋爱 拉别人一起下水 跪着大声哭泣地说 拜托大家绝对不可以传出去 是我错了 我会分手的 然后直播传送给女友 分手短信的样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可以慌张 哦,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 谢谢我的电粉们 再或者是 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 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 怎么能问我这样的问题呢 你们希望我有女友吗 我只有你们 那你们有男朋友吗 明明说只会看我 难怪我不是爱豆 所以大家如果是爱豆的话 会怎么样对应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重粉的琼琼琼 4月9号 彭坦涩南在美国的 拉斯贝克斯举行了演唱会 而当天琼琼在演唱会的一个行动 让琼琼登上了 全世界Twitter的趋势一位 当天在演唱会开始前 一位粉丝在公演场位 准备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We want to focus on 旁边还贴了一个 琼琼腹肌的照片 然后在演唱会途中 舞台旁边的屏幕上 拍到了这个牌子 粉丝们当场尖叫 而琼琼也发现到了 那个牌子后 马上就露出了性感的腹肌 要求露出腹肌 就马上露出腹肌的男人 充分没有镜头 琼琼真的砸了舞台 也砸了我的心脏 今天真的太棒了 谢谢拿着牌子的那位阿咪 之后琼琼又露了一次腹肌 而这是因为 南非先露了 所以琼琼也露了 那我也来吧